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欢迎主持收看稳超胜见节目 那今天早盘的一个台股的一个状况 它是属于一个开低走高 那开低走高在所谓的区间震荡整理盘里面 量的部分要特别注意 所谓的震荡整理量缩的同时 我相信今天的股价表现 那大部分就是属于一个个股表现 你从早盘一大早 这个九点钟看盘 看到现在的话 我觉得你会觉得这个大盘好像 没有什么味道 但是一鸣老师必须要跟你讲 这个大盘有时候就是属于一个区间 区间整理 那你在区间整理的时候 你可以去判断 这边有没有办法过前高 这边所谓的打脚成型之后 双脚成型之后 有没有办法过前高 这是你所谓的波浪理论 要你去判断的 这非常简单的一个盘式 但是在三个礼拜五 你在这个地方 看到我们开盘八法里面的三点低盘 礼拜一 你又看到所谓的三点高盘 这两天的一个变盘转折都在这边产生的时候 由于它是属于一个区间 所以说本身这个意义上面 是有啦 但是要看到个股表现 那一秒是常常跟你讲的 来 你要看到贵买指数 贵买指数目前为止 还是一样再创波段新高 代表主流股可能在贵买指数 那升级类股也是提醒你要注意的 你现在有没有走空 没有走空 所以说这个盘式上面非常明显的 你要利用所谓的开盘八法 包含关键的一个K线 量价的结构 准确的去研判大盘未来的一个走势 那族群部分的话 我相信你近期而言的话 这个族群的部分的话 你可能会注意到所谓的光通讯 那光通讯的股票来 你会注意到哪一档股票光环 昨天上涨今天怎么样 回档修正 昨天上涨今天回档修正 拉回要不要涨满一点 3081的联雅也是一样 昨天上涨今天修正 一天涨一天跌 包含昨天拉到涨停板的华星光 昨天拉到涨停板涨10% 现在怎么样 拉回修正 缺口还没有封闭 三日之内如果封闭的话 这边是属于一个比较弱势 目前为止拉回要不要找买点 包含创新高的 来 这个所谓的6426 统新 统新的话今天开盘是 在跌停板 开低走高 一样嘛 这个都是所谓的光通讯的股票 光通讯的股票要特别留意到 在第二季 有没有机会做出一个上涨 那我们看到华星光的部分 我相信之前一名老师就跟你讲过了 这张股票 我们在低档区要看到什么样的讯号 你可以去做出一个买进的动作 我相信关键性的K棒 这本讲义教材里面都有把这些 重要的一些方法 形态的一个整理 单根到所谓的三根K棒到形态 都为各位解说得非常清楚 你看到我们关键性K棒 包含讲义跟教材 你就能够知道一名老师 用心良苦 我们绝对都是事先讲 不会跟各位麻烦爆 华星光的股价 从所谓的看到讯号之后 后面的持续大涨 到近期 这个所谓的突破整理 出现所谓的攻击量 我相信我有在第一时间点通知你 华星光 来 我有在第一时间点通知你 希望你去做动作 当然昨天的华星光拉到掌停板 我们简讯里面一定有说明 但是简讯我们没有办法公开 我相信投资朋友 你都知道一鸣老师 简讯里面怎么样来跟你说 这个就是我们一方面要保护会员 一方面我们要在节目里面公开跟你验证 那第二档股票我相信联雅操作不是第一次 一样在第一档区你要看讯号 这个讯号产生站在买方 站在买方 持续的跟上专业老师来带你操作 所谓的光通讯的联雅 这个联雅的股价 我相信之前从第一档区 你开始跟一秒子的简讯来操作 真的啦 很幸福 那一样要恭喜你 按照简讯操作的 但是不是看到节目去操作 我先讲这个节目操作 这个节奏上面可能比较晚一点 可能你也会被套牢了 我们不建议说各位看到了所谓的股价 好像会大涨 结果怎么样 自己去操作 这一名老师在节目里面必须要提进的 那这一波的一个重点 我们放在所谓的生计 包含所谓的小型股 那目前为止这个大牌是属于震荡整理 量缩 那生计跟小型股有没有机会表现 有没有机会表现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两档股票 这档股票是小型股的部分 股本大概只有7.9亿 股本只有7.9亿 它是属于个原物料 这个原料药的一个商机 那外资站在买方 那今天股价走势 从早上一开盘 它稍微做出个整理 整理你看 它就直接拉上去 直接拉上去 这小型股的部分 这个索马索单 这个力量非常强劲 所以说你在这个地方操作 你要注意到小型股 小型股尤其是所谓的生肌类股里面的 这个所谓的原料药的一个商机 有没有机会发酵 如果有的话 你看这个股价早上一大早 就直接锁到所谓的涨停板 那外资的部分在那买超 这是小型股的一个部分 那筹码干净 整理结束之后 有没有机会做出个形态的突破 那通常这种股票 都是属于一个长线布局 长线操作 我们一样举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 股本也是只有6亿 股本也是只有6亿 它是做所谓的电脑设备 笔电的所谓的 电池的一个概念股 毛利率大概都是维持在15%附近 但是你要记得 易明老师现在要跟你讲 今天这档股票的股价 它是属于一个30块钱以下的 30块钱以下是属于一个低价股 但是你要留意到 它是突破整理 突破整理之后 我们一般讲说突破整理 有所谓的低档区的一个整理 包含中继的一个整理 包含形态的一个整理 既然是所谓的突破整理 它就是在当天的一个股价表现上面 它会呈现比较强势 所以早上一开盘 你可能没有机会买到 你可能没有机会去买到 但是涨体买的量 锁了一万多张 涨体买的量锁了一万多张 代表这张股票的确今天 它是属于一个 量能的一个突破 非常有机会会大涨 所以说你可能买到这种股票的话 它在突破整理之后 你就要做到一个长线 来做出一个操作了 那近期而言的话 当然操作的重心 放在小型股 包含所谓的生计股 但是有些股票 我们需要长期操作 也就是股价可能在低档区 一个月两个月的操作 有机会赚五成 有机会赚一倍 这个就是我们 未来要去追寻的一个目标 像今天这两张小型股 你在找盘的时候 你都有机会买 你在找盘的时候 你都有机会买 那这张股票的话 可能早上一开盘 你可能买到机会 真的不大 你没有事先去布局的话 这个买到机会 真的非常小 这一秒是必须 要在节目里面跟讲 那至于昨天 昨天我们普通会员 有一张股票涨停板 我相信这张股票 未来的一个走势里面 大概都是有机会 做到一个大涨 但是我们事先跟各位讲 事先跟各位讲 我们持续的来验证 但是简讯没有办法公开 我一直在节目里面讲 简讯没有办法公开 就是要保护我们的会员 就是要保护我们会员 那操作结束的 我们当然可以在节目里面 操作结束以后 第一次公布 后面我们就不会再公布了 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特点 像每一个人 看节目看那么久了 你应该都知道 来 三月份的五虎将我先讲 这边有所谓的小心股 跟所谓的生计股 都是让各位 提早 优先的 在拉回的时候 在低档去的时候 适当的一个时机点 去做出个布局 绝对不是说我们到时候 资料送给你了 你去做出个追高的动作 希望绝对不是这样子 包含我的会员在内的话 我都希望你能够按照简讯 你能够按照简讯 记律的去做出个操作 像之前我们操作 生肌类股的顺耀 就是这样子 这个低档去出现 什么样的讯号你可以买 如果没有出现讯号 你去买的话 就一路下跌 那这个地方如果说 出现所谓的讯号 包含量能的部分 开始做出个增强了 那你这个地方 要不要有所动作 那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事先反映的话 我相信这个股价 短线上面的话 应该赚多赚少 你都是赚 来到股票市场里面 就是要赚钱 那当然我们有公开 跟各位来验证 第一天涨5%不多 第二天涨6% 两天上涨的11% 两天上涨的11% 我们会公开 跟各位来验证 我们也做到了第一次 获利了结的一个证据 但是你要记得 这个所谓的顺耀的 这个商机在什么地方 它的商机在于 所谓的国际授权的一个商机 包含 耀证的部分 台股的部分 已经得到了一个耀证 那耀证再加上 所谓的自费的一个市场 有没有机会 带动所谓的商机 这个就是投资朋友们 你要去注意的 你要去注意的 那我们三月份 推出了五虎将 我希望投资朋友们 你能够打一栋电话进来 能够打一栋电话进来 我们在节目里面 我们都是事先讲 不会跟各位马后炮 也就是资料先送给各位 拿到各位的手中 我们日后慢慢的 来做出一个验证的动作 我希望这个叫做诚实 诚信公开 那我们盘式的部分的话 都会利用开盘八法 你放心 我们都是绝对顺势的 去做出一个操作 我相信投资朋友们 目前为止在台股里面 有两种想法 第一个非常恐惧 认为美国要升息了 三月份要升息 六月份要升息 今年可能要升息很多次 量能的部分可能不足 我这边要提醒一下 如果说未来的走势里面 台股是属于一个大桌头的 那目前为止有利空冲击 绝对就是一个 最佳的一个买点 当然我们会去寻找一些 低位阶的 包含小型股跟生技股的部分 所以说我们三月份的操作 集中在所谓的小型股 跟所谓的生技股 那你有兴趣的 今天欢迎各位 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助理 来索取这份三月份的五虎价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在股市安身立命的所在 十月九号今天 神奇阴阳黑线 掐开板大法 隆重推出 运达头部颜老师 独创标谷技术班 教您运用神奇阴阳线 和开板大法 精准介入买卖点 和转折方向 立刻预约您的致富人生 零二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部颜分医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私密完整 共有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蜿蜒与风投 积极办事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深入大海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物主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带是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欲友 愿意 股质股交线 零二 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不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影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台股大阪目前为止 的确就是属于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整理 形态的部分的话 毅明老师的研判 属于所谓的一头多尖 甚至走向所谓的双头双尖 不管是一头多尖也好 双头双尖也好 它们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 这回档的一个幅度不是很大 这个时候的话对于多方是有利的 那既然对于多方是有利的话 我相信个股表现嘛 那投资人都知道嘛 既然是属于个股表现的话 那你会去想 我后面要找什么样的股票 能够让我赚到钱 我后面买什么样的股票 我可以买在相对的低点 那我就立于不败之地嘛 我相信你这个想法上面一定要正确 想法上面一定要正确 你才能够做到一个稳健获利嘛 那遇到了困难 一秒是常常讲 你不要被困难所克服的 你就是要去怎么样 要去勇于 去做出个突破 这个人生在世 常常会遇到困难 不管你在职场上面也好 你在股票操作上面也好 一定会遇到所谓的困难 但是你遇到困难 不是说你去逃避它 困难就处理了 还是说你根本就相应不理 这个困难 这个难关就度过了 我相信这个心态上面要改一下了 像一鸣老师遇到困难的话 我会去冷静地观察 这个困难的点位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会冷静地思考 怎么样来接受挑战 一秒是非常喜欢接受挑战 因为这个是责任 责任 那我们近期以来 我们送给各位的 这个神奇阴阳K线 我相信在市场里面得到非常广泛的一个欢迎 那这个欢迎来自于什么 也就是说一本基督分析 写的好的人不多 写的清楚的人也不多 那真的有实战经验的人 大概也不多 一秒是算是非常有实战经验的 那为什么会讲到实战经验 把这么多好的一个经验 传承给各位 这是一秒是在证券分析这些行业 必须要做到的 也是一个社会责任 所以说这本书啊 你拿回家好好看一下 拿回家好好看一下 除了这本讲义之外 当然还有开盘八法嘛 那开盘八法的话 一定备有所谓的DVD 就是希望各位拿回家 好好的看一下 除了DVD以外的话 我们还有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K线 K线里面到底什么是重点 我相信我在这DVD里面 讲的都非常清楚 讲的都是非常清楚 量价的结构 尤其是量的部分 我一定会在重点 去做出一个提示 趋势方向的话 你看开盘八法 我相信啊 你的人生啊应该会改观 你的人生啊应该会改观 如果说你在市场里面 没有办法学到这两种 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分析的话 我认为你要成功的机会 真的不大 真的不大 那股票问题套牢的没有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 这个套牢的股票很正常 不要自责啦 不要自责嘛 你就是说你买下去之后 可能遇到盘事嘛 可能遇到了卖压嘛 可能遇到筹码面嘛 这些所谓的困扰 所以说造成你的股票 可能是套牢的嘛 那你套牢的股票 要不要问一下证件分析师的一个意见 你这个自己想一下啦 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 我们不是来制造问题的 好 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 操作绝对有方法嘛 持股三档以内 为什么 集中筹码 看准了以后再出手 怎么样 比较有把握嘛 把多余的资金怎么样 先行做出回收嘛 不是今天涨了你去买了 哇 结果怎么样 跌一跌你又跌了 有时候股票要看长期的趋势啦 绝对不是看短线的 但是短线的股票有时候走空了 有时候走空了 你这个股票问题啊 你最好就是要打一通电话进来 这是常常讲的啦 股票套牢了 没有关系 我们面对问题啊 我们来解决一下 各位的一个问题啊 这次疫苗是希望 我能够去做到的 好 来 那生计股 我们讲过哪一档股票 来 药华药 来 能不能买在相对的低档区 这个要看功力 这个要看功力 有买到一定有证据 有卖出也有证据 一切证据会讲话 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基本面 这个药证发出去了 营收有没有机会成长 这是非常重要的哦 有买有证据 有卖也有证据嘛 那为什么好像只有一名老师 在秀简讯啊 别人好像都没有秀 那艺民老师跟其他老师不一样的地方 我操作结束以后 能够公开的我一定公开 我就是秀简讯给你看 那新药的一个商机 上市的一个许可 有没有机会带动营收 这是非常重要 比较严肃的一个课题 这个就是各位在股票市场里面 累积了经验之后 把它发挥到所谓的实战经验里面 去做出一个买进或卖出的动作 那最近比较弱势的股票 来 这个大同 来大同今天反弹 买到大同的人 能不能赚到钱 这个答案哦 你看到电脑荧幕 你大概就知道了 你看到电脑荧幕就知道 去追高的人买到大同的 但是最近你看 股价已经达到最低了啦 你真的要卖吗 如果你的操作 老是追高杀低 真的啦 你多少钱都是不够赔啊 有人说老师 联发科跌很多了 对啊 联发科跌很多了 可以买吗 它的产业翻转了吗 它的获利能力 往上提升了吗 没有嘛 所以说股价 它会反映到营收嘛 那既然营收没有表现 股价修正嘛 在低档区 那很正常嘛 老师 有人问到这档股票 这个叫下降轨道 还是上升轨道 这个同志啊 你看一下哦 它是属于一个上升 上升在这边嘛 下降呢 下降在这边嘛 这非常好判断的一档股票 为什么会赔钱啊 那新的商机 我们来看 这档股票 8044的来 网家 网家进去股价 它是跌升了以后 有没有机会反弹 这个地方量都出来了 量都出来了 同样啊 做入口网站的哦 来 5287的 来 这样股票叫数字啊 数字一样 跌升了以后 开始反弹哦 那数字也好 在低档区 网家也好 都在低档区哦 我常常讲 低档区的股票 有没有什么商机啊 我们举一档股票 当时候的环球金 也是在低档区 那你敢不敢买 这个决定了 各位的命运啊 有人敢买的 命运大不同嘛 一路大转 一路大转 2049上营也是一样 当时候股价 也是在低档区 你敢不敢买 敢买的人也是怎么样 命运大不同嘛 它后面就涨上去了嘛 GIS的部分也是一样啊 当时候股价都在低档区嘛 一秒是跟你讲啊 你要布局 你要布局啊 我相信啊 看得懂听得懂的人啊 绝对有机会去做出个布局啦 你后面看到的GIS啊 在节目里面啊 持续创高啊 真的有些股票有机会涨五成啊 有没有公开 有啦 有没有公开跟你验证一下 我相信简讯都会讲话 长期看一鸣老师节目的 你GIS应该是赚钱啦 你不会赔啦 那今年这个商机你要特别注意啊 苹果的商机 对所谓的触控也好 面板也好 对台股的一个供应链 这个帮助性非常大 常常讲的一句口头才嘛 有没有机会一颗苹果啊 来救台股 先看到GIS啦 GIS如果说持续大涨的话 那后面当然会有机会啦 但目前为止啊 投资人啊 信心啊 大失 之前在7000点啊 老师啊 会不会涨 到8000点 老师啊 好像涨太多了 到9000点啊 他认为说老师涨不上去了 都是心里面因素在作祟 你如果说从7000点到9000点 你赚得太少了 甚至你没有赚钱的 有人还是去放空啊 我认为这个心态上面 你要转变一下啦 那目前为止台股 它就是属于一个一头 或是双头多肩的一个形态 这个形态的话 就是属于个股表现 所以说你这个时候的话 我认为小型股 包含所谓的生机类股啊 对各位啊 帮助性绝对是比较大的 那之前在地档区的浩顶嘛 来有没有事先讲 我相信有啦 我相信有啦 真的去买浩顶的人啊 应该都是赚钱的 这个地方可以买嘛 可以啦 浩顶的股价讲很久了 来 三天啊 几乎啊 最少上涨了20% 短线上面你都可以赚到钱啊 这个三根 涨停板以后啊 我相信每一根啊 大赚小赚啊 应该怎么样 都是赚钱啊 赔钱的人啊 非常少 我现在要跟各位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股票市场里面 永远充满了恐惧 跟所谓的贪婪 要克服心中的恐惧 要克服心中的恐惧 去做出一个准确的 贪婪的一个操作 这个老是恐惧是对的 心里面会反映到 股价上涨或是下跌 这是投资本要留意的 但是也不必过于恐惧 因为恐惧的话会让你获利 获利的部分啊 会大打折扣嘛 像我们就事先讲啊 我们不会马后报嘛 我们三月份要操作的五虎将 我们就敢公开 让你打电话进来 先来拿这个资料 你资料拿回家以后 你就知道了 我们这个三月份的五虎将 到底是哪无当股票 那我们再从中啊 挑选其中啊 我们认为会大涨的股票 会所谓的涨五成 涨一倍的股票 这就是我们未来所追求的嘛 那今天有兴趣的 来168 168给你 三合一的168 重要资料 五虎将的部分 欢迎各位来电索取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加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掐开盘办法 隆重推出 运达投资 颜老师 独创标谷技术班 教您用神奇阴阳线和开盘办法 精准介入买卖点和转折方向 立刻预约您的致富人生 明儿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资 颜登医师 现场基本力研究 私密完整 公用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问给予风投 积极败私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部局 熟悉大栏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物主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态势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应有 并定有故 智库呈现 02-2781-0909 2781-0909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将你几个小撇步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航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